LEO聊世紀 天天都不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日本人對上達洛匹圖人 這場比賽也是中東飛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Viper對上HERA 也是冠軍賽的比賽 這場比賽的地圖非常特別 是一個河馬圖案 我都把這場地圖稱為河馬圖 這位是一位N開頭的世紀帝國直播主 也是GL戰隊的選手 他的頭像就是一個河馬 所以有沒有看到這個地圖 很可愛 這個熊貓頭 還有一個熊貓眼 都有木頭 大家來用木頭 我們先來介紹文明的部分 先介紹日本人 日本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捕魚的效率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漁船 日本人他除此之外 攻擊速度 這個步兵的攻擊速度 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再來就是日本人的大型箭塔 可以射出箭矢非常多 後期的彈射器科技 讓巨型頭司機的拆裝速度變得更快 而且發射速度的間隔更短 所以射速更快一點 所以日本人他的打法來說 比較偏向於打攻兵跟步兵為主 還有攻城器巨型頭司機 由於日本人他的騎兵沒有三級馬卡 用起來會稍微弱了一點 主軸部分還是走步兵路線為主 先來看一下達洛P2 達洛P2跟日本人是有點相似的 他其實也是個步兵文明 他的軍營科技是半價的 所以剑兵勇士或是護衛技術 等等之類的都是半價 非常便宜 而且達洛P2他的步兵 還可以擁有精冠科技 烏茲鋼 無視敵人裝甲進行攻擊 無視防禦 非常強 所以達洛P2人 遇到這些重裝甲的文明 像是殺夫人、條盾 都是比較適合用的 但遇到日本人的話 兩邊對打 烏茲鋼效果會不會這麼的有感 那就另當別論 達洛P2人除此之外 他的戰毛兵跟相公攻擊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不是最快 數一數二快的 他的大象還有醫療隊的效果 可以自動回血 用於工程戰相、相公或是 毛相夫都可以回血 但他的毛相夫有問題 只有1級的騎兵鎧甲 而且也沒有品種 用起來會稍微弱了一點 我不太建議使用他的騎兵單位 雖然他的騎兵單位 也可以無視裝甲 但是他的騎兵線是非常非常悲劇的 所以是雕用會比較好 然後T2人的海戰 擁有這個捕魚的肉類雙倍裝載量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他的漁船是可以捕到30肉的 非常雄厚 這個肉是雙倍的 那漁民的部分也是 所以這個魚 可以一開始拉兩隻村民去捕魚 效率非常好 那BIPER這邊也是 捕魚效率來到了99.7 非常驚人的這個%數 兩邊的村民 是都點到23隻村民 點一下了封建時代的升級 那這邊可以看到 日本這邊的經濟 是比WP2好上一點點的 這個只有前期的效率會好一點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捕魚效率 這個時候是比WP2好上一點點 那WP2人要到中後期 這個魚點呢 離這個碼頭越遠的時候 他這個雙倍裝載量的效果 就會優於這個日本人的漁船的感覺 我個人的體感是這樣子 那實際上結果是怎麼樣 不得而知 那我個人的體感是 日本漁船是前期超有優勢 當然中後期WP2會比日本更有優勢一點 因為魚點越來越遠的話 來回的時間其實會花費蠻久的 那我們來看到這邊 日本是轉出了棒棒開局 看一下棒棒開 前面的三隻棒棒應該會轉裝甲 三棒棒轉裝甲是日本 還有其他步兵國很常見的戰術 那再搭配後兵的小弓 或是毛兵都ok的 那這邊非常多人挖黃金 是為了要出火戰船 而不是為了要轉工兵 那這個裝甲步兵是一定要投資的 可以先去打對方的碼頭也可以 先敲掉碼頭的話 對於前期的壓力是非常好的 當然WIPER這邊是沒有打算要先去打後方的碼頭 可是想要先去抓掉一隻村民 ok先砍殘血了 這邊一個互換抓掉了一隻村民 裝甲步兵把上方的村民給逼走 換掉兩隻村民很賺 WIPER前方跟上方都在壓制當中 好但這邊火戰團出來的 當然WIPER的火戰團也在中間跟對方互燒當中 那MIPER這邊很賺喔 這裡直接賺到了三村喔 ok 開局用三隻裝甲賺了三村 這邊再過來 再砍 又可以再拿一村應該沒問題 哇靠 三隻裝甲換四村阿 這個數量非常的誇張 好這邊稍微用村民去修理一下戰劍 戰劍 這邊只換掉了一台 這隻村民可能會死 哇被燒死了一村 這隻村民也被燒死 哇 WIPER這邊居然也被燒掉兩村 好這隻戰船還在燒 尷尬了 村榮自爆船炸了一下 但看起來WIPER有點夾不太住 上面的雨點可能要爆炸了 好往下拉一下後面也在捕魚喔 簡單啦 這張地圖河道被控很傷喔 這個是河馬地形 好 左邊這裡村民直接往後拉 而且有一隻槍兵在防守 而且有自爆兵 這個自爆船要是照到村民就沒了 好 再出幾艘戰船 稍微反擊一下 先燒殘血了 先燒掉殘血了嗎 哇 結果還是被換掉 WIPER這邊陷入了烈士 後方的毛兵跟弓兵繼續騷擾當中 但是效果不如戰船這麽好 戰船的體積優勢 不是體積 體積優勢實在太優秀了 好這邊想要騙個自爆船 但沒有騙到 用肉馬解掉了一隻槍兵 好我的P圖人 這邊點下了城堡師在升級 右邊這裡看一下 OK 一換一 應該可以 但肉馬可會來扁個幾下 改變戰局 哎呀 細節細節 Helora這邊細節做得很好 下方這些弓兵 已經被毛兵給壓制回去了 沒什麽能看的 這邊退兵退得很早 OK 達洛P圖點下了城堡師帶 也點下了一級色跟一級農田 VIPER這邊城堡師帶還沒有升級 丟掉了雨點 還轉出了肉馬 生石帶會非常落後 待會VIPER這邊要充劍打城堡 壓力是非常巨大的 好看一下這一邊喔 這邊沒守住可能會直接倒 好先射掉一隻肉馬 這麼近的距離可以再射掉一隻 但是弓兵也被換掉了幾隻 肉馬趕快先去點掉對方的毛兵 OK肉馬又再回來想要去解嗎 砍個一刀 OK細節細節 互換毛筆補下傷害 收掉 OK這裡補下二級伐木 達洛P圖這邊升到時代史 有這個200木頭加成 雖然他在打這個海戰史 封建時大概會有更有優勢一點 那城堡時代又多了這個200木 可以馬上開下城鎮中心 但是把這個奴炮戰船 可以找回機會點一下 但肉可能會有點缺 這邊看一下要先點什麼 先點二級射 可能是這個火戰船的升級 VIPER開始把上面的戰船守住的感覺 下面多看了一個碼頭 那這裡是沒有先按漁船 而是先補個碼頭 讓村民去可以捕魚 原來日本的漁民捕魚速度也是很快的 OK這裡也點下城堡時代 VIPER看起來是村民有點多 45村對39 這邊 唉唷 燒到HERA的一艘漁船 第二艘有機會嗎 這邊想要先燒掉 之後再回頭反擊 OK 這邊再燒一下 結果換成HERA家裡的戰船 開始有點打不贏了 先升時代 結果沒有先升弩炮戰船 開始陷入了弱勢了 這次毛病又壓了過來 HERA這邊升時代 是先打一個經濟流開局 而不是用兵種壓勢 也沒出其他的東西來打 達魯P圖他的騎兵路線是非常廢的 剛剛提到 所以達魯P圖前期不太會有什麼 騎士前壓之類的 不會出現這種東西的 通常都是打工程器啊 或是直接打一個長劍兵半架步兵爆之類的 畢竟他也沒騎士可以租 就只有輕騎兵而已 雖然是有看過達魯P圖走這個輕騎兵路線 瘋狂輕騎兵瘋狂亂串的打法 但是相當少見 這個打法也是會很吃肉的關係 甚至比騎士還要吃惹 所以達魯P圖這招是非常罕見 那HERA走的是一個經濟型的路線打法 而且是比較注重於控海徒的這種感覺 魚團部份 戰團部份一直有帶出 然後經濟分配肉並沒有很多 而是木材會更多一點點 左邊這些兵終於用肉馬給收掉了 現在肉馬可以無雙一直砍一直爽 這邊有一攻一防的優勢 日本這邊打一個騎兵開局 這邊毛兵跟弓兵已經燒了到 哇 這邊關注 HERA直接把BIPER的攻兵關在裡面 WTF BIPER 尷尬了 那日本的騎兵路線喔 其實就跟波蘭的一樣 沒有三級馬卡喔 其他都有 還有跟亞美亞一樣 所以日本這邊的騎兵開局 有城堡時代是能打 然後電龍時代的話 沒有三級馬卡 很容易打輸對方的遊俠 會有三級馬卡的困兵 所以日本人對上打WP圖 這個對決來說 他的騎士是有 有優勢的 幹 這邊笑死 這邊有二級射 射程打擊 首點 掉這些弓兵跟毛兵 太狠 白河毫無反擊之力 這一個 關兵獸相當關鍵 OK 騎士已經到了後方神聖中心 但是被擊殺掉了一隻騎士了 這邊直接用村民反擊回去 但是村民還是被脫掉了一隻 現在兩邊的戰損都是7比7 不是7比7 就是七隻 七村跟七村都沒了 好 那打WP圖這邊有戰艦的數量壓制 而且還有這個戰艦科技的優勢 那MAP這邊好像是要來棄魚了 我們在頻道常講 這個海戰圖 前期的優勢非常巨大 但是到了中後期 這個捕魚的效率 就其實沒那麼好 應該比農田好 所以大部分的玩家們 會在前期盡可能去爭取魚群 甚至就算打出海戰 再過一段時間 還是要去把對方的魚群 魚串給燒一燒 但是到了城堡時代中後期 還是主要以撒農田為主的一個策略 好 VIPER這邊是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準備要來出投司車 那WP圖的戰毛兵 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不要去跟對方打戰 毛護頭會比較好 投久了很容易投輸 轉出投司車跟騎士去壓制對手更好 那WP圖呢 這邊可以轉強龍或是相弓都可以 那目前看起來 WP圖這邊轉出來的東西是 弓兵系的 然後為什麼WP圖這時候不打步兵呢 原來這邊打步兵 很容易打輸日本這邊轉步兵的策略 原來步兵有攻擊速度的加成 很容易就尻輸了 因為他現在只有科技上的折扣優勢 並沒有實戰上的步兵單位的體值優勢 所以拿起來很容易打輸人 所以這邊轉攻兵 確實是一個很好防守方式 如果自己轉攻兵 強奴出來 或是奴兵 然後對方日本轉戰毛的話 直接轉戰毛也可以牽制對手 好 結果這邊WP直接個壓寶 HERA也是壓寶壓了回去 但這邊可能GAP起來 往後開了一下 哇 這邊會砸到一發 唉唷 村民殘血 想要預判一下這個位置 唉唷 如果砸到城堡後方 可惜了 這邊村民沒有拿掉 好 下方漏馬 到了回來被騎士逼走 中間被打破進去 來不及蓋四擊 騎士衝進來 那時候後面有一隻僧侶在反擊當中 這隻僧侶應該可以招搶到一隻騎士 搞定 看這邊騎士還是抓到了一些村民 投資車往前砸了一發 哇 又有兩隻 還有幾趴 92 又被砸了一發 村民來到了19隻的死傷 再投一發後面 哇 又打了一村 再砸了一發 你看 嗚~~32村 這天 這一波 BIPER 戰爛了 已經不虧了 哈哈哈哈 VIPER就是VIPER HIGH 投資車砸爛 村民直接反超 69對52 OK 村民差距約為17村 非常誇張 這個城堡時代差距17村 應該招是什麼意思吧 沒救的意思啊 完全沒救啊 知道怎麼打 但好消息是喔 HERA上方的村民喔 這裡還蠻穩定的喔 雖然看起來下面一片狼子 但至少上面的農田區喔 還能控制住 還在掌控範圍內 BIPER這邊則是3TC 正常開農攻擊喔 這邊看起來是BIPER的優勢 還是蠻大的 而且後方的路群 也是吃乾抹盡的 各路吃好吃滿 吃完果子再吃果子 免費的最香 這個天然資源就多加利用 好那WP2這邊還沒有到後方喔 去搞事 後方這邊的路群是不是也吃光了 還是被BIPER給戳掉了 用槍兵去戳這個路 剛好我們沒有捕捉到這個鏡頭 OK BIPER是殿下的帝王時代 但是海戰的部分是完全打輸的 完全沒有去想要防守的意思 那這邊戰艦可以用勝利去招響喔 所以好像還不是完全不可控 好這邊燒戰直接插到了BIPER家裡 好那這邊有視野優勢的關係 拉了幾隻工兵跟毛兵過來 想去撿生物 BIPER第一時間招響 但可能沒辦法可以招響到就死去 果然 好左邊高原城堡村民 直接原地伐木補些木頭 喔為什麼這裡不補黃金喔 有時候是直接選什麼 我會看他回生時代會缺什麼東西喔 會先去補他所需要的東西 就是這些經濟調配喔 木頭太少還是會先去補木頭 而不會先去挖後面的黃金 雖然黃金有挖一定很香喔 但更重要的是經濟的平衡喔 也是頗為重要的 好那BIPER這邊是要打工兵線的關係 誰的木頭挖了很多 但WP圖這邊也是轉工兵線 後面開始反擊回去 鑽掉了兩村 這裡有幾隻伐木工 要趕快到右邊收村喔 唉唷 這邊撞到城堡的射程 被收掉了一村兩村 四村被收下 一直騎士過來解掉駝士車 騎士被招響有機會嗎 自滴來不及收掉 尷尬少砍了一刀 哇這邊又被拖了兩村 哇 用這個極限距離 拖點了非常多的村民 好 那HERA這邊果然 村民反抄了BIPER回去 四個城鎮中心 而且上面有大量農田喔 所以不會有斷村的問題 所以經濟很快就可以追上BIPER 而且BIPER剛剛升時代的關係 所以會有一個城鎮中心 不能產村民 而人物就被反抄過去了 那現在BIPER有時代上的優勢喔 可以馬上轉出巨型投石機 開始拆除前方的城市中心 最後邊這個主金也可以空下來 只要能把這塊金給空下來跟石頭 那對MIPER的經濟加成會非常誇張喔 到了後期可以拿到一些金礦上的優勢 這邊可以看到戰毛兵 開始往前壓 那看到對方轉戰毛 就是我們剛剛開頭講到的 大陸P圖這邊就很 瘋狂窃喜 很爽 待會我自己出戰毛兵 就可以屌打你的戰毛 我有攻速加成 但是日本卻沒有 的一個狀況出現 好 那海戰部分 唉唷 這邊直接走到了城鎮中心裡 VIPER這裡還沒有發現 直接鬼步到最裡面嗎 那裡面有劍塔喔 那VIPER這時候終於看到了 想要看到左邊怎麼有藍點 好 直接走到劍塔的正下方 但正下方就只有一片田而已 尷尬 好 回到右邊這個位置 城堡終於拆除掉了 右邊的城鎮中心可能也要不保了喔 下方有少量的弓兵 抓到VIPER的金礦弓 金礦弓被射爆 哇 還好還有五隻 只被射掉一隻 直接用劍塔反擊回去 好 後方的火戰船跟戰毛兵在吸鬧 這個畫面也蠻特別的 居然還沒有用三里去招一下火戰船的部分 OK 但後方不是重點喔 重點是要趕快把HERA家裡的金礦全部拿下來 好 WP圖要趕快堅守上放陣地 但第五世代也快要升上去了 而且WP圖是有火炮的 日本這裡則是沒有 所以後期打起來 有火炮那一方玩往是優勢的 那這邊就要看VIPER要怎麼去打有火炮文明的 日本要對於處理火炮其實是相對來說是不太容易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生旅科技喔 雖然是OK的 但是往往要是轉出生旅科技很怕黃金嘛 所以打火炮通常都是用大量的步兵去壓回去 或是直接用巨頭反擊回去 是比較常見的方式 日本打生旅戰是沒那麼常見的 好 這邊HERA有三隻 生旅好像沒控好 要被毛兵給丟爛了 好 好 這個我覺得我要補充一下 為什麼剛剛提到日本生旅戰不是那麼常見喔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日本的生旅戰是沒有一端邪術的 那一端邪術在生旅互打的情況下是非常重要的 也沒有辦法被招強調就立刻死亡 可能我們就被對方的生旅給招回去 這個要稍微解釋一下 覺得可能會被誤會 這台有時候講得太簡短了 對誤會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甚至我在直播上也常常會有觀眾誤會我講的話 然後通通通通通才還要再解釋一下 所以這邊可能會有點 也多解釋了一點 雖然這東西就是越解釋喔 越糟糕喔 多講多錯 好 下方的抽名拉過來 採放地稍微 下 下方WP2也是有抽彩的一些實況 MIPER則是用戰毛兵配上巨頭 那這個組合呢 通常用大量步兵喔 或是配上騎士的路線喔 就可以輕鬆解釋 那我們剛剛開頭提到 達洛P2沒有騎士的關係 所以現在這邊要解釋的話 達洛P2人要趕快轉出 劍兵勇士喔 去反擊才有可能 不然就是要出邊劍兵 但是大家也知道嘛 達洛P2跟 MIPER跟HERA之間有一段淵源的 他們有在爭論過 劍兵 到底是不是最強的 MIPER覺得是很強的寶兵單位 但HERA兵不這麼任務 所以HERA這裡一隻劍兵都沒有錯 他就想證明給MIPER看 劍兵就是廢 我死也不出 哇 現在死也不出 那步兵鎧甲也沒有 也沒有升級步兵的攻防 現在遇到這個組合 戰毛兵配上 巨型投石機 看來只能用火炮了 火炮配戰毛 應該是可以打得回去 這也是現在他的 升級路線喔 比較適合的解法 日本這邊轉出馬弓 那現在日本馬弓 這個流敵馬的特性 已經取消掉了 對戰毛兵加2點的傷害 所以現在大陸P2用戰毛兵 是能反擊回去馬弓的 馬弓不太能跟戰毛兵打 OK MIPER這邊轉出了一些騎士 就是收掉後方火戰船的一個騷擾 還有直接戰毛兵 下方也是多線操作喔 弱馬加馬弓 麻煩 MIPER這邊自習式騷擾又回來了 但是前方的巨型投石機 要被火炮給解掉了 OK搞定 好 當然 WP圖最強的步兵科技線 還沒有提升 日本這邊則是轉出了馬蜂 OK 現在日本也變成半個馬蜂國 不能說是完全 而且日本的馬蜂路線喔 是全滿了 但是他沒有特殊能力喔 就是正常的馬蜂路線 還是要把它說成是步兵國 說馬蜂國他可能會生氣 可能會生氣 就是說 欸Lego你怎麼這樣說他是馬蜂國 那我覺得他算四個 背景是全滿的 而且還有對 工兵的 加二傷害 雖然很少見喔 會有人用這個 步蜂兵跟馬蜂 跟日本的馬蜂對射 畢竟要用戰毛 CP值更高 哇 結果下方神聖中心 直接棄手 ERA直接不管 我就是首都上面 這個額頭地帶 額頭上面的地帶也空下來 不知道這是什麼 唉唷 右邊戰毛兵 解光 這到底怎麼溜進去的 真的覺得有時候 看他們高手在玩的時候 都不知道這些兵是怎麼溜進去的 好 右邊這裏也是空下的箭塔 繼續往裏面走嗎 裏面還有一根箭塔喔 OK 上方有點BBQ 然後皮圖用大量的戰毛兵 反擊了viper的弱馬過來 唉唷 這邊viper的弱馬打得非常精彩 收掉了非常多的村民喔 村民差距開始落後了 20村 擊殺76隻村民 77隻 下方的石礦奪了回來 右邊這個主機也沒有時間去挖 viper這邊的攻勢越打越兇猛 現在HERA全力在防守上方 但還好日本沒有三級馬卡的關係喔 用戰毛兵攻速加成喔 其實解的很快喔 有沒有三級馬卡 對上垃圾地的時候是相當關鍵的 日本這邊是轉出了二級弓 跟彈道穴 騎士路線並沒有放棄了 還是繼續出騎兵 先騎兵繼續出 來到了14隻的數量 下方的建築物也快要拆乾了 左邊的礦挖一挖 好嘞挖一下木頭 那這張地圖有個特點喔 就是中間的木頭非常多喔 也可以說是誰空下的中間喔 這個木頭 只要等待對方的木頭挖完 死不就出了 因為外圍的麵包樹 其實樹木並不是非常多 而且很多空洞 很快就挖完 主要的木區還是在中間 所以HERA這邊的想法 有可能是想要把中間的木頭給控住了 然後把對方給餓死了 但是現在已經 自己跨到沒黃金的狀況下 要把對方餓死有點不切實際 黃金 黃金被控住 要餓死的可能是HERA 而不是VIPER 那VIPER上方的木區 確實開始被壓制住了 上方都是由HERA控制住的關係 當然下方這裡還有一塊木區 兩邊的木區加起來大概是2萬4左右 2萬4塊3千 3萬木 雖然3萬木這個數字 打到終局也是蠻夠的 右邊使用肉麻直接解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這裡一台巨型頭C過來 要來拆解掉了 現在VIPER看準了WP2沒有騎兵的機動優勢 巨頭直接裸生生的 開始攻擊巨型頭C 他這個承認中心 結果這邊想用肉麻去解巨頭跟戰矛 結果後方轉去了牆無 牆無解肉麻的效果非常好 沒有三級馬海 基本上是解不掉的 那VIPER這邊轉戰矛兵的話 也只能勉強互換 打久了可能還是會打出 達魯皮圖的戰矛兵 這邊戰矛是在哪裡集結呢 喔是在右邊集結喔 VIPER從右邊繼續攻擊 拆掉一座城鎮中心 左邊有點被打到有點生活無法治理了喔 這邊再次上前 收掉一排 可以嗎 NICE 收掉了 這毛兵繼續投擲 OK 這個巨頭 拆成的東西很快喔 VIPER的左邊這塊田 快完沒了 要趕快修理一下才行 四爆兵炸不到 再來一艘 一岸邊還是無段距離 但VIPER上方也是有肉麻 在到處亂竄 右邊的部分也是繼續猛攻當中 但一直遇到火炮 火炮一定要用肉麻去解 那肉麻的數量太少 一直摸不到火炮 這樣兩邊給的壓力越來越大 OK 終於把大量的戰狼兵過來 這邊還想撿生物啊 直接被VIPER的戰狼給制裁 VIPER也感受了大量戰狼兵進行反射 同時也點下了金冠科技 彈射器 彈射器點下之後呢 巨型投擲機的拆裝 就會變得很快喔 而且攻擊速度還會有加成 對 彈射器 反擊火炮 是有機會的 但數量夠多 OK 來到了8台 怎麼是5台才對了 8台 OK WP2點下了拇指環 上方往上走 往上往上往上 不要被村民跟哨蛋給吸引住 先打這些強奴更重要 哇靠 這裡的換 換得好慘 不行不行 MIPER這邊會打輸 這裡城堡傷害太高 後面還有強奴 戰狼兵還有額外攻速的加成 這是怎麼換得贏呢 後面還有一台火炮 這裡一定要撤 OK 這邊也是拉了一坨工兵過來想要佔掉這個箭塔 阻止對手去挖石礦 MIPER有發現嗎 沒有 後面是村民被射 沒有第一時間看到 這邊在專注打左邊這塊區域 後面被打 來不及受撐 全部死光 OK 這邊四台巨型投擲機 紅黃猛攻 攻擊速度超快 一直投一直投一直投 Holy shit 超A的超快 沒了 剛剛把我瞬間被解掉 OK 那來跑轉出了一些火炮戰船 是想要反擊對方的火炮嗎 這個火炮戰船有點 不太清楚的 針對目的是什麼 好 這裡趕快蓋喊碼頭 要去照一下火戰船 來照一下海上的問題 但是強奴射戰船很快喔 哇 果然點掉 但是VIPER也換掉一台火炮 果然是用火炮戰船去換火炮嗎 VIPER真的有想法 好 這邊這一國戰毛大軍 對上達洛P圖的戰毛加成 VIPER果然沒有進去出馬功了 而是轉出了戰毛互丟 那我們剛剛提到戰毛互丟的話 VIPER會有優勢嗎 但不是單純互丟 有轉出一些肉麻 有肉麻砍傷害的話 那就另當別論 而且現在VIPER有數量上的壓制 直接解掉了大洛P圖 前方了大量戰毛兵 OK 大洛P圖這邊經濟已經來到了緊繃 黃金完全歸零 轉出了快速火戰船 重型火戰船 右邊的工兵問題 也用戰毛兵解決回去了 火炮過來被收掉 插一招這根城堡 下方的黃金繼續控 果然HERA到了後期 面臨了斷金的問題 VIPER這邊黃金還有很多 還點下的造船員 還有航海技術 海域方面的科技慢慢提升上去 弧炮戰船也升級上去了 現在WP圖要反擊回去的話 只能用重型火戰船跟僧侶 這兩個科技線才有可能打得贏 WP圖的僧侶科技線並不是這麼的優秀 沒有異端寫說也沒有救贖思想 而且也沒有宗教狂樂 騎士思想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那單純招搶戰船的科技是有的 神拳政治還有印刷技術 這兩個最關鍵的招搶單位的科技是有的 上方大量戰毛過來壓制 把這邊的實況我給你解決 想繼續攻擊右邊的城堡 現在WP人口數一直是滿狀況 但是沒有辦法很好打掉HERA的領地 HERA這邊在嘗試想要反擊 但是後方有武炮戰船 好 這邊巨頭反擊 左邊繼續壓制過來 HERA這時候轉出了 自爆船 重型的喔 重型自爆船 好 還有25秒 這裡有火戰船 打輪炮戰船效果非常的優秀 直接燒爛了WP左邊的戰艦數量 但是這邊的一個破壞 哇 還不錯 二換二自爆船 可以對方海升級的重型自爆船 這裡換掉相當關鍵 這邊戰毛兵互相打來打去 ROMA也在砍一砍去 右方的問題也再度解掉了 HERA右邊也逛不過來 跟巨型投射機再找個機會打 但不能隨意架起來喔 現在VIPER架起來巨型投射機 隨時都會被DARP的火炮給解掉 結果VIPER真的也沒有轉生旅科技喔 沒有打算用生旅去招翔孤胖 OK 直接硬解 也 騎士上去貼貼 貼的死這些在毛病嗎 哇 貼掉了一些數量 還行 哇 蠻多的喔 這個數量死了蠻多的 這時候WP圖受不了 轉出了起兵科技 阿爵自己的機動性太差了 要騷擾到對手 真是蠻困難的 哇 VIPER居然還在這邊補局阿 把這個日本的特性 打好打滿 下方這些戰艦 VIPER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來到左邊 左邊這一自爆船炸了一波 炸掉了VIPER一些戰艦 這邊自爆船又來 又炸了一下 還好 後面這兩艘 稍微拖起到了一點點 OK 這邊的交換結果 BIPER是稍微夾住了左邊的海戰問題 而且現在有大型箭塔 越差越多根 打我的地圖受不了 轉出了輕奇病的升級 搭配吳之鋼 效果其實還行喔 日本的防護率本來就跟沒有一樣 近戰防護2 轉個三級弓 好像也不錯 但是自己沒有品種 也沒有三級馬侃 現在要點三級弓上去也很困難 WP圖這裡要打回去 極度不舒服 結果兩邊都是步兵國 卻沒有人出步兵 大雙戰毛配上肉麻 這裡想要夾住正面 大雙戰 大雙戰 這邊打起來非常痛苦 上方戰術劍也在互相打來打去 十包船來到了三艘 這邊的戰防兵直接被吃光 這艘HERA好像有暫停一下 打了一個SOUL GO OK 這邊繼續開打 並沒有要投降 這裡HERA覺得自己還有機會 對 戰艦繼續燒 看起來HERA是左邊稍微夾住了戰艦的問題 海陸進攻真的很複雜 你要守海域要守陸地 好難 真的好難 那WP2的戰艦呢 這邊是有柔船的特色戰艦 當然他這邊沒有打算要出柔船 黃金補扣的應該是出不了 LIP現在來到三千多塊的黃金 巨型投石機又再度架了起來 但是火砲也是毫不留情的反擊回去 但是這邊巨頭很準 直接投掉了一台火砲 不飛 這波怎麼不飛 後面有火戰船稍微掩護一下巨型投石機 這邊巨型投石機是很巧妙喔 放在岸邊喔 可以讓自己的戰艦支援 算是一個蠻細的細節 然後再用巨型投石機去點火砲 那火砲沒有點掉 好 對方的火砲加上巨頭 解掉了右邊的巨頭問題 好 戰場回到左邊 左邊的箭塔步步為營 慢慢深插進去 越插越深入囉 然後扣到上面的海域 HERA這邊的海圖控制會越來越差 而且日本的箭塔 箭矢數量超級多 右邊用肉砲解掉巨頭 兩邊工程器都被解光 現在WP圖 一直用買賣去買黃金出來 右邊這個礦區也沒辦法去挖 而且只剩下少量的500黃金而已 既然有黃金兵的優勢 VIPER應該是十拿九穩了 那裡也快要夾不住 雖然村民一直維持在130村 但支援量非常極限 反而是VIPER這邊支援越來越多 交換筆看起來VIPER是拿到的優勢 好 再利用火砲戰劍 拆除城堡 後面補下了更多的箭塔 這邊可以再補一根 開始升差 前方的肉碼送了一波 好 再一發 這根城堡應該可以打掉 Nice VIPER這邊轉出了馬功 不會吧 這張打戰毛兵加2的效果機沒有了 這邊轉馬功 馬功配肉碼 好像有料欸 因為他的馬功 可以打對方的肉碼 對方沒有三級馬卡 也沒有這個品種 血量比自己的清洗病還要少20滴血 只要把前面的肉碼擠掉 再用自己的肉碼去砍掉對方的戰毛兵 好像就沒問題了 而且馬功更有主動權 哇 VIPER這邊都已經想好了 要怎麼收掉WP圖 最後的部隊 結果中間 HERA直接開動進來 巨頭架起來 中間出來了 簡稱 完蛋了 VIPER直接一個被中間出來戰術 打個措手不及 這裡一個BD戰術 後面龍田直接爆炸 右邊戰艦還在互打 火戰團燒了一波 可以燒掉一台火炮戰艦 火炮戰艦被收掉一台 還不錯 但最後的戰艦有被收光 但是VIPER的右邊劍塔 步步深入進去了 果然 VIPER中間完全沒有防守效果 而且這裡是出兵點 要不要直接壓一個出兵點 有機會拿下比賽嗎 這波反擊很關鍵 但是左邊的城堡已經要守不住 沒有石頭可以守 完了 最後一炮 打掉 爆開 OK 這邊劍塔已經查到農田地方了 HERA這邊打出了GG 中間地帶也被漏馬直接衝了一波 這裡只有漏馬配戰毛兵 只要用大量漏馬就可以解掉這一坨 HERA這邊真是死撐了很久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是由日本這邊拿下經濟的資源勝利 也大概只有8000左右而已 HERA這邊已經很厲害了 只有那麼一小塊腹地 資源還可以踩到這麼多 軍事方面兩邊都是差不多1點左右的KD HERA這波其實打得非常非常極限 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還可以跟VIPER打這麼球 也是相當不容易 雖然最後還是輸掉了比賽 VIPER這邊的漏馬選擇 我覺得選得非常好 因為一般人都會想說 兩邊都是步兵文明 帝王實在就是要出步兵 不然要幹嘛 但結果這一邊 這一場比賽 兩邊的步兵鎧甲 連異防都沒有點 直接用漏馬加上工兵 打完了整場比賽 還有搭配海軍 看來是用海陸混合圖 步兵並不是重點 而是海軍跟工兵單位 還有工程器 還有漏馬顯為更重要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